午饭时,同事笑得猥琐,转过身来给我看了个车祸视频,我去真会玩,开车还要车阵,听到这种视频乖友们谁有抵抗力,我瞬间凑上来,可看到视频时,我脑子一顿,视频里女人的纹身怎么和我老婆的一样,笨整整地看着她刚刚刷到的那个视频,画面中,一辆奔驰撞在路边一棵香章树上,车头燃起了大火,一男一女浑身赤裸逃下车,在一旁着急地大喊大叫,尽管拍摄的人距离那么远,但我依旧能清晰无比地认出那个女人 小腹上熟悉的纹身,她是我的老婆,叫柳无烟,那个纹身是当初生儿子抛工厂后,她抱怨刀疤不好看,我实在拗不过她,只好同意她在伤痕处纹身,闻了一个她特别喜欢的动漫角色,毛利兰,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我结婚六年的白月光怎么就出轨了呢,还跟别人车阵,我拿着手机把这个视频不断重复播放,那个熟悉的毛利兰纹身一次又一次刺痛我的内心,一遍又一遍后,才不得不死心,我不可能认错,那确实是我的老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残忍的事实,怎么了 简哥,同事把手机拿回去,一个玩车阵翻车的视频而已,虽然比较好笑,但你不至于这么激动吗 是啊,真的好可笑,实在太可笑了,我垂下头,一抽一抽的低声笑道,同事大笑一声后说道,笑死我了,搞车阵,完路出翻车了,还是同城的呢 就半个小时之前的事,现在的人可真是太会玩了,简哥,你这么喜欢这个视频,我分享到你微信里去了,谢谢客气啥,吃饭吃饭,下午还得工作呢 我恍然若失的看着这份店里最便宜的炒饭,胃口全无,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拼命赚钱,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的大脑彻底当机,思绪纷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这样坐上原地一动不动愣了好久 简哥,简哥,怎么叫你不答应,想什么呢这么认真,同事不断摇晃我的身子,我这才回过神来 盯着桌上还剩一大半的炒饭,眼睛重新聚焦,没什么,你吃完了先回公司吧,我还有点事 行吧,那我先走了呀,同事走后,我也起身离开了饭店 到隔壁超市买了一包平常舍不得买的烟,行尸走肉般走进公共厕所 在厕所的隔间,已在墙上,我点燃一支香烟,一口一口地抽着,朝宁静 质重的空气喷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两久,我从兜里掏出手机 看着屏幕上备注着老婆的电话,犹豫一下后,还是拨了过去 喂,喂,老公,我今天和闺蜜出去逛街的时候出了点车祸,不过我们人都没事 先不说了,警察正忙着处理事故现场,拜拜老公,爱你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电话那头便传了一阵盲音,爱我,听到这句他常说的话 往日里觉得幸福,现在我只觉得讽刺 我双手捂在脸上,眼泪控制不住地从指尖流出,伴随着轻微的哽咽声 我靠着墙缓缓滑倒在地,这一刻,我终于无法遏制住内心的悲伤 失声痛哭,我和柳如烟从校服到婚纱,一直是朋友眼中的爱情典范 高中恋爱两年,大学役第四年,毕业后我不顾一切去他所在的城市工作 他感动之下和我领证了,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六年,儿子都四岁了 他是我的白月光,我永远忘不掉高中时跟他表白的那个夏业 操场的一角落,查门发出激昂的音乐,树叶沙沙作响 晚风摇晃着地面斑驳的影子,我心跳加速,紧减万分 满怀期待地问道,柳如烟,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这一刻,爱情在我的眼中是如此神圣 他灿然一笑,背手转身,一蹦一跳地朝前走 喂,你答不答应啊,嗯,他回头看着我,那你能养我一辈子吗 我可是很能吃的,能,我能 你吃再多我都养不起,我也没有那么能吃了 如果你养不起的话,以后我少吃一点也没关系 什么意思,你究竟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他着急地跺脚,傻瓜 答应啊,呜呼 我在操场上发出一声尖叫,欣喜万分地冲向柳如烟,将他紧紧拥入怀中 我觉得自己上辈子肯定是拯救银河系了 所以这辈子命运才能对我如此垂青 那一夜之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真正成了一个男人,因为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 责任,这个词说出口轻飘飘的 但我却明白他具备怎样沉重的重量 他可以压垮一切,养柳如烟一辈子 我一定要做到,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从那天之后,我变得异常上进 用120%的努力去学习 一下课就缠着老师问问题 连上厕所的时间我都要趁机多备几个单词 甚至晚自习下课后 我还要一个人在楼道照着点灯多学习一个小时 我不仅自己努力,也试着带动柳如烟一起上进 不过,我们周末一起自习的时候 总是我一个人埋头刷体 而他背一回书就喊脑袋疼 然后就去看一些言情小说去 我希望他也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他却都农嘴满不乐意的说 我努力就够了,反正我说过要养他一辈子的 我只好苦笑,不过我也没过多抱怨 因为,其实只是学习的时候他陪在我的身边 我也感觉幸福无比 高考结束后,我考上了一所很不错的985大学 而他只考上一所普通的一本 在拿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哭着要我放弃这所985大学 去跟他同一所学校读书 他说想一直跟我在一起 我拒绝了,因为我只有念更好的大学 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 我们大吵一架,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安抚好他 答应要经常去看他,他才作罢 我学的计算机专业,这是时下的热门专业 听说很赚钱,在大学里我也并未懈怠 和高中一样努力,努力学习 参加各种学科竞赛,拿下很多荣誉 于是,在毕业后有一个大厂给了我年薪20多万的off 可是比起这个高薪的诱惑,我更愿意多陪伴他 于是我放弃了这个off 去了柳如烟所在的一个二线城市的初创公司 但是我相信,我在这家公司一样能取得成就 我为他放弃了一个高薪的工作 他很感动,所以第二天就和我去领证了 我也十分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我没车没缝 他依然愿意嫁给我 或许,这就是双向奔赴吧 这个初创公司在互联网风头中 发展得很快,而且因为我的能力出众 老板特别看重我,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长到二十万年薪 并且有期权 而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另一个好消息 老婆怀孕了,我欣喜若狂 开心的不能自已,我决定给她一个真正的家 我贷款买了房子,写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然后,她辞职了 在家里做一个全职太太,为了让她有安全感 我每个月都把工资的大头交给了她 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 柳如烟就是我努力的意义,孩子出生后 他们娘俩就是我努力的意义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活无比美满 直到今天看到柳如烟和别人出轨的视频 我才惊觉到,原来从怀孕开始 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再像以前一样对我嘘寒问问 不再像以前那样温柔可爱 经常发脾气,对我嘲讽挖苦 我们动不动就吵架 之前我只觉得是孕妇的焦虑综合症 没有过多在意 到孩子出生后,我习惯了她对我蛮横的态度 已经察觉不到什么不对的地方 或许,她早就不爱我了吧 不然为什么会出轨呢 下班回家,我把车停在小区地下车库里 摇下车窗,一边抽烟一边发呆 此时此刻,我的心是乱的 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 一直到十点,我才磨磨蹭蹭地上楼 一推开房间,就看到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见我回来 她立马生气地把遥控板往地上一扔 啪的一声,电池都摔出来了 简凡,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电话你也不接 她像一个泼妇一般大叫道 如果是以前,我或许会立马赔礼道歉 安抚好她的情绪 以一种十分公签的态度认错 但是现在,我无法再说服自己像平常一样对待她 今天加班,沉默片刻后 我回复道,加班加班加班 又是加班,你怎么不去死 看着她歇斯底里的样子 我忽然感觉如此陌生 以前那个温柔,可爱的少女柳如烟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 我想不明白 手机给我检查,又是这样 好嘞,我心里感觉无尽的疲惫 她总是这样 隔三差五的就要查看我的手机 翻遍我的每一句聊天记录 如果我给异性发了消息 她就会刨根问底地探寻我和那个异性是什么关系 问我是不是和她关系很亲密 即使那个聊天记录只是我转发的一个工作文件 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质问我的记录 聊天记录要问 团队聚餐要问 甚至有时候我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她都会把我的手机抢过去检查一番 手机 见我没有答应 她又吼了一声 声音比刚才高了好几个分贝 我瞥了她一眼 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自顾自地松开领带脱下外套挂在制衣架上 亏我以前还傻乎乎的以为 她之所以这么警戒我和异性的聊天记录 是因为在意我 害怕我会离开 现在看来 也许只是小偷的眼中看谁都像是小偷吧 因为自己出轨了 所以她认为我也会出轨 我今天很累 先洗澡去了 说完 我静止走向卫生间 她一脸错愕地望着我 似乎没料到我的反应居然如此冷淡 这和我往常的态度相差甚远 柳如烟抓起一旁的枕头砸向我 同时破口大骂 简凡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说 是哪个骚狐狸精 出来 你给我出来 给我说清楚她追了上来 我打开花洒 热水浇满我的身体 我闭眼仰着头 沐浴在花洒下 对门口正疯狂拍门的柳如烟置之不理 丝毫不为所动 没过多久 愤怒地骂声消停下来 接着便是砰的一声巨响关门声 估计是骂累了回卧室去了吧 我并不在意 我换上睡衣 捏手捏脚地推开儿子房间的门 我没有开灯 摸着黑走到儿子床边 爸爸 宝贝 你还没睡啊 我蹲下 用手轻轻抚摸他的小脑袋 儿子嘟着嘴 妈妈又在发脾气 好大声 睡不着 宝贝 爸爸和妈妈离婚 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生活好不好 小家伙的眼睛都亮了 真的吗 那你以后可以天天带我去沙滩玩吗 妈妈不喜欢带我去 可以 我盯着小家伙的脸 轻轻一吻 快睡觉吧 以后你想去哪里爸爸都带你去 爸爸晚安 宝贝晚安 儿子现在还小 并不懂得分别的意义 只希望他以后不会恨我吧 从儿子的房间里出来后 我熟忍的从客厅角落的箱子里 掏出一床被子 然后睡在沙发上 很多次吵架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睡在沙发上 我一只手枕在脑袋下面 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 今天一天的思绪都是混乱的 只有现在回过神来写 才能动脑子思考一下该怎么办 婚是肯定要离的 我一刻也不能忍受这种被欺骗的感觉 可是儿子如果我跟柳如烟离婚 他肯定要跟我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到时候万一法官把儿子判给他怎么办 绝不允许 我的思绪纷飞 一会儿又想到了今天看到的视频 我的白月光啊 我从校服到婚纱的初恋 他为什么就出轨了呢 难道我对他还不够好吗 工资的大头都给他了 平时对他也是顺来逆手 百般包容 有求必应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我的工资虽然很高 但平时消费很少 不是没钱 只是潜意识里觉得不应该在自己身上浪费 平时我点一个十多块的炒饭都扣扣嗦嗦的 但是给柳如烟买一个几千块的化妆品 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他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出轨的了 出轨的对象又是谁 我越想 越觉得心痛 一整晚都没睡着 等到眼泪滑到耳根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哭了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这个时候他肯定睡着了吧 我起身 光着脚悄悄的走到卧室门口 轻轻拧着门把手 反锁了 我又试了两下 发现还是拧不开 我点亮手机屏幕 借着这点微光 我在电视柜里东翻西找 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卧室的钥匙 打开卧室 我悄无声息地站在床头柜的位置 我看了一眼他酣睡的脸床 这剪脸曾经给了我很多力量 支撑着我在黑暗中走了很远的路 但是现在然后我又看了一眼 床头柜上正充电的手机 有些犹豫 虽然他总是检查我的手机 但我从来没看过他的 不过 不管怎样 我总不能对真相视而不见 我拔下手机的充电器 把他的拇指放在呼吸灯上 指纹解锁成功后 我退出房间 来到阳台 我先打开微信 看了一圈 都是一些群消息 他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也很正常 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然后我点开扣扣 一点开 就看到聊天列表置顶了一个 备注为伊藤城的联系人 还有一条未读消息 嘿嘿 小母狗 今天刺不刺激 虽然有点小意外 但还是够爽 够刺激对吧 对了 今天没做错事 记得吃药 看到这条信息 我忍不住浑身颤抖 痛苦地闭上眼睛 好久之后 我才缓过来 点进去看他们的历史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年前 看着他们最开始的聊天记录 我不禁有些恍惚 他们彼此之间说的那些关切的甜言蜜语 像极了我和他热恋时的样子 仿佛在这个伊藤城面前 他一下子从一个快满三十的有夫之妇 变成一个十七八岁的轻松少女 内容太多 看不过来 于是我直接翻到最近几个月的聊天记录 他们的对话变得淫荡起来 说着那些让人害羞的露骨的话 彼此发了很多照片 每一件都是赤条条的 摆着各种各样的令人作呕的姿势 还有很多视频每点开一个视频 都会凭添我一份怒气 我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 我死死地捏住手机 指端开始发白 我像野兽一样喘着粗气 胸腔风起伏着 贱人 这个该死的贱人 这一刻 我甚至想直接冲到卧室里把柳如烟掐死 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 没有 两久之后 我深吸一口气 节目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我把他们的聊天记录 拍的那些让人作呕的视频 照片转发了一部分到我的扣扣上 留作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然后我又把他的手机悄悄放回原住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我躺回沙发上 盖上被子 轻轻合上眼睛 次日 我被柳如烟一阵霹雳啪啦 做早饭的声音吵醒 我起身偏眼后 自顾自地去厕所洗漱去了 这一夜我根本就没有睡着 只是在半梦半醒间熬过了这一晚 等我刷好牙出来之后 看到他正带着儿子在吃早餐 没我的份 我心里一声叹息 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了上来 换作以前 肯定是我向他低头道歉 赢得他的原谅之后 他才肯对我展露一点温情 不管事情谁对谁错 最后低头的人都是我 如果我尝试跟他讲道理 他就会说我变了 不哄他了 不爱他了 这次还想我跟你低头服软吗 柳如烟 绝不 儿子 吃完了吧 走去上幼儿园了 他一边说 一边给儿子擦嘴 可是爸爸还没吃呢 柳如烟看都没看我一眼 不管你爸 走 说完他就拉着他开门下楼 爸爸再见 宝贝再见 我同样跟儿子挥手说了再见 等他们走后 我才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 捣过了一碗面条吃 等吃完后 已经快九点了 我拿起手机给老板打电话 喂 王哥 我想请一个月的假 出什么事了 阿玲 请这么长时间的假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是关心 婚姻出了问题 请假打算离婚 顺便休息一段时间 这那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多休息一段时间吧 给你放一个半月的假 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家事哥们就不掺和了 总之你好好的 公司现在还离不开你 我等你回来 谢谢你 王哥 挂断电话后 客厅里又恢复了一片死寂的模样 来不及多愁善感 我现在必须马上去律所 找一个精通婚姻法的律师咨询一下 不管怎样 一定要把儿子判给我 这是我唯一的诉求 律师 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 法庭究竟会怎么判 办公室里 我向对面坐着的律师 有些紧简的问道 我儿子会被判给我吗 律师不假思索的回答 简先生 您已经掌握了 您妻子出轨的证据 而且她只是一个全职太太 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 法庭不会把小孩判给她了 如果您是谋求对方 净身出户的话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 您如果只是想争夺 孩子的抚养权 我可以说这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你确定 我确定 律师伸出食指推一下眼镜 十分自信 这样吗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简先生 需要我直接为您起诉对方吗 嗯 暂时不用 我晨音片刻后 说道 你先给我写一简律师函吧 然后准备一份离婚协议 不 多准备几份 从律所出来后 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些 至少不用再为儿子的问题提心吊打了 在律所楼下的大厅里 我透过玻璃窗望向外面 熙熙攘攘的人流 突然对自己如此之快 就接受了妻子出轨的试试 并立刻做出离婚决定的速度 感到惊讶 不过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优柔寡断的人 正所谓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我从来都不曾背叛这份感情 是他做了伤害我的事 我也不曾违背我的诺言 是他选择了放弃 我问心无愧 我开车来到儿子的幼儿园 平常都是柳如烟来接他上下学 而我总是很少有时间这样做 小雪老师 站在二楼的办公室门口 我轻轻敲了一下门 盼头对办公室里正埋头工作的一个女生造到 您是 他抬起头 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片刻后恍然大悟道 您是简森爸爸 简先生您好 快请坐 我经常在微信上询问他一些儿子在学校里的情况 所以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 但彼此之间还算熟悉 不了 我是来接简森的 他一直念叨着想去江边沙滩玩 我今天有时间 天气也好 正好带他去 这样啊 那我带您去找他 我跟着小雪老师一路来到活动室 小家伙正在玩着积木 小雪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 朝窗户外的我指了指 我笑着朝他挥了挥手 然后小家伙一路喊着爸爸 朝我飞奔而来 爸爸 你怎么来了 你真的要带我去沙滩玩吗 真的 好爷 一会儿我要把自己全埋进沙坑里 好 爸爸帮你 爸爸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吃了两碗饭 我厉不厉害 厉害 宝贝最厉害了 我偏头紧了一眼副驾驶上的小家伙 笑道 爸爸 你好久都没带我出去玩了 手机不停震动是柳如烟的电话 我看了一眼正专心致志修着城堡的儿子 悄悄走到一旁接通 喂 小雪老师说你中午的时候把儿子接走吗 嗯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们离婚吗 神 什么 他短暂的沉默后 爆发出剧烈的咆哮 就因为昨天的事情你就要跟我离婚是吗 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简凡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你个狼心狗肺的 伊藤城是好东西吗 谁在外面有人了 究竟是谁出轨了 你以为能瞒天过海吗 嗯 我大声怒喝道 电话那头的咆哮瞬间消失 看到儿子有些疑惑地望过来 我竭力平复好自己的心情 说道 离婚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 等我回来吧 说完 我立刻挂断电话 不给他丝毫回应的机会 在一旁缓了一会后 我才走到儿子身边 蹲下抢笑道 宝贝今天玩得开心吗 开心 小家伙点了点头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 下次再来玩好不好 好 我正准备抱起他离开 他突然大喊道 爸爸等一下 我停下动作 不知所以地看向他 只见小家伙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向前大跳 一下踩跨了那个小小的 用沙子堆成的堡垒 发出得意的笑 还问我他厉不厉害 我一边回答厉害 一边也跟着笑了起来 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天黑了 我推开客厅的门 便看到一个乱七八糟的环境 沙发抱枕全都扔在地上 地上还有一些碎玻璃 看得出来 不久前柳如烟 曾经在卧室里 宣泄过自己的情绪 我静止推开卧室的门 他躺在床上 坐起身看向我 披头散发的眼角 挂满了泪痕 老公 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多说无意 离婚吧 我冷冷的 把离婚协议书 从公文包里 拿出来递给他 你先签字 明天我们再去 民政局办离婚证 不要 不要 他往前跑爬了几下 把离婚协议书 撕成碎片 不要离婚 老公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犯错了 原谅我 你原谅我好不好 看着他苦苦哀求的样子 我心里只觉得讽刺 用力把我打印出来的照片 和聊天记录一把 朝他甩过去 原谅你 我凭什么原谅你 我问你 凭什么 他捡起照片看 顿时发疯一般大叫起来 你看我手机 你居然敢看我的手机 看了又怎样 你不是经常检查我的手机吗 现在我看你的手机 你就接受不了了 不看我都不知道 你居然和别的男人玩得这么滑 令人作呕 露出 车震 捆绑 呵呵呵他突然低头 阴侧侧的笑了起头 然后用一种极其恶毒的眼神看向我 我出轨 还不是都怪你 全都怪你 都是你的错 我的错 我怒急返校 你说全都是我的错 对 就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要考那么好的大学 你为什么要找个那么好的工作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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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愣住 那那道 都是为了你啊 我为什么这么努力 为什么这么拼命工作 都是因为我承诺过 我要养你一辈子 呵 为了我 你离我太远了 我们彼此之间隔得太远了 你上了名校 而我只配上一个普通本科 你年薪几十万 而我只能当个家庭主妇 你世界里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 而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这么努力 我宁愿你穷 宁愿你的世界很小 但我是你的全部 你根本就不明白 他看着我 眼角缓缓缓下两行青泪 你的世界太大 对我的关心太少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望着空荡荡的房间 我只觉得气冷和可怕 孤独 你知道孤独的滋味吗 我需要人陪伴 需要人一直陪在我身边 关心我 呵护我 但是你却只知道工作 工作 那种一个人待在阳台上 发一下午待的感觉有多可怕 你根本就不会懂 这就是你出轨的原因吗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你简直疯了 是我给他的关切太少了吗 一时之间 我的内心竟然有点动摇 或许 我当初不该让他成为一个全职太太吧 是 我是疯了 离婚吧 离就离 他像突然才意识到一般 跳下床 奔向客厅一边大喊道 儿子呢 我的儿子呢 宝贝 你在哪里 别喊了 儿子被我一个朋友照顾着 我们的事情不解决 我是不会让你见到儿子的 他从客厅折返 儿子必须跟我 不可能 儿子不可能给你 我坐下 从包里拿出一份新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房子给你 车也给你 存款一人一半 但是儿子跟我 减烦你做梦 儿子是我生的 必须跟我 我才是他的妈妈 他伸手抓向我的脸 朝我扑过来 我一个闪身 任由他摔在床上 出轨的人是你 是你 是你 是你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你明不明白 是你对不起我 你有什么资格要儿子 财产全都是我的 你净身出户 儿子跟我 他的手抓住我的头发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我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气急道 出轨的人是你 我的青春全都给你了减烦 净身出户 你必须净身出户 儿子必须跟我 他倒在床上 捂着脸撕声道 好 我净身出户 钱都给你 但是儿子跟我 不行 你净身出户 儿子也要跟我 把我当傻逼吗 你出轨 不仅要我净身出户 儿子也不给我 你真的疯了我起身 站在一旁有些愣神地看着他 既然这样 那就法庭上见吧 眼前这个女人突然让我如此陌生 我像从没认识过他一般 不明白这个和我同床共枕多年的女人 居然贪婪至此 简直像一头是人的野兽 家里的财产全部都是我挣的 我都答应再退一步净身出户 只要孩子跟我就行了 但他还不满意 连儿子也不肯给我 难道他就不明白 我最开始的条件车 房 还有一半存款都给他 他说话还真是可笑 什么叫他的青春全给我了 难道我的青春就不是青春了吗 可笑 太可笑了 法庭上见吧 我冷冷地看着他 对这个我曾经视入世界上的最可爱的人彻底心寒 现在 我的心里只觉得恶心 我迅速逃离了这个让人窒息的地方 我一边下楼 一边给律师打电话 让他准备开庭的全部是你 想让我净身出户 做梦 既然你贪得无厌 那就让法院决定净身出户的人是谁吧 只希望到时候 你可千万不要后悔 我开着车 一路到朋友家 回来了 朋友打开门 两个小家伙玩了一个晚上 现在都累得睡着了 要不你先去看看 好 我走到床边 看了一眼朋友的儿子 然后把目光放在自己孩子上心中微微叹息 还好没有带小家伙回去 不然如果他看到自己的爸妈打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会给他的成长带来多大的心理阴影 我伸出手轻轻抚摸儿子的额头 嘴角不自觉地浮现一抹笑颜 退出房间 在门口处最后再凝视了一眼他熟睡的脸庞 轻轻合上房门 真是麻烦你了 身边就你一个结婚生小孩的朋友 我坐在沙发上 对一旁的朋友抱歉的 可能还要多麻烦你一段时间 我的是一团糟 没事 我儿子一直念叨着想有一个弟弟 今天他可算是如愿了 你都不知道刚刚他们玩的有多疯 是吗 我揉了揉了脚 阿玲 你他话到一半时突然话头一转 走 我们喝酒 去 不行不行 你老婆不是经常埋怨你喝酒 而且你明天还要上班呢 上什么班啊 明天周六休假 我老婆已经睡着了 而且我刚刚已经跟她说过 他批准了 明天周六啊 我这两天真是昏了头了 我有些犹豫的看向她此时此刻 我真的很需要用酒精来麻醉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 看什么看 走啊 好 走 在金钱开道的帮助之下 律师的动作很迅速 于是很快便到了开庭的那一天 最近这段时间 柳如烟疯狂地给我打电话 说她想看儿子 我拒绝了 我绝不会给她任何可乘之机 法庭里 看到我抱着儿子进来 柳如烟像风味一般哭喊起来 宝贝 宝贝 妈妈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 小家伙看着母亲在哭 自己也跟着哭起来 想过去 不过我紧紧地抱住了她 为什么我想到妈妈身边去 爸爸却不让呢 她一定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简凡 把儿子给我 把儿子给我 说着 她就要从栅栏另一边翻过来 只不过被法庭制止了 审判正式开始了 我这边请的律师妙语莲珠 甚至有些咄咄逼人 一个又一个问题抛出来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陷入深思 她生情并茂地向法庭展示了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疯狂从各种有利于我的角度阐述问题 而柳如烟的律师说的话不通不哑 在大多时候甚至是沉默的 甚至有时候说出的很多话会让法官厌恶 把法官推向我这边 当然 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因为替柳如烟辩护的律师是我精心安排过去 她是业界有名的混子 只收钱不办事 喜欢在没开庭的时候夸夸其词 大声吹嘘自己一定能赢 但是收钱之后就会装傻充浪 根本不会为雇主出力 对她来说 本来就是一场没什么胜利的病 现在能拿份工资 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的律师很给力 他请的律师是我派过去的 甚至连这场官司的法官 都跟我公司的法务部 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裁判 求证 行政 主办 协办所有单位都是我的人 柳如烟你凭什么赢我 我绝不允许法庭的审判出现任何意外 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 意外的发生 他 法官重重地敲响法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现本庭做出 如下判决柳如烟女士净身出户 由于柳如烟女士 不具备抚养 简森长大成人的能力 所以抚养权疑并剥夺 简森由简凡先生抚养 即可生效 散庭 不 不 律师 律师 你不是说儿子会判给我的吗 他扯着律师的衣角疯狂问道 而律师却不管不顾地离开了 他看过来简凡 我不要车也不要房了 把儿子还给我 把儿子还给我 求你了 我求你了 听到背后他歇斯底里的哭喊声 我连头都没有回 直接抱着儿子离开法庭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为什么要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现在好了 人财两空 两个月后 一切都尘埃落定 财产全都分割清楚了 简先生 您确定要把房子车子 还有一半存款都给您的前期吗 咖啡厅里 律师问道 法院已经做出判决了 这些现在都是属于您的财产 忽然 我想起来高中时候 向柳如烟告白的那个下印 那句话 不有感觉一阵恍惚 那你能养我一辈子吗 我可是很能吃的 如果你养不起的话 以后我少吃一点也没关系 回过神来 我对律师点了点头 我确定 全输完